大家好,今天跟大伙唠个课 这一晃到2月6号了,周六,明年周日了 马上快过年了,我跟大伙唠个课 有个网友问猴哥说要买个农场 猴哥为啥没有在私信里跟你说,因为这很多话猴哥也说不清 猴哥在这里跟你大方说一说,你听就听,不听也就 猴哥就知道这些吧,因为猴哥毕竟不是做地产专业的 只是猴哥来这些年,我看一看 这个农场这块吧,活特别多,如果你要30岁 我不知道这个哥们姐们你是年龄多大 如果你30岁猴哥建议你买农场,没问题 如果你要40岁到50千万不要买,那农场的活太多了 原来猴哥就是农民出生,猴哥就是种地 种地的活很累很累的,而且加拿大的地产 它涨价也特别慢,像那个猴哥这个地方往西去呢 就是西门这道大瀑布这一流的农场都值钱 你买了,挣这个很快,但是猴哥往西这一边呢,农场就不值钱 可能20万,30万就能买了一个 但是你记得就是,原来猴哥有个朋友 去云南,他就在这买一个20多万块钱 现在也干,但是这农场涨的特别慢 而且农场的活也特别多 所以说猴哥不建议你买农场,如果要买农场的房子 猴哥建议你买个像猴哥我们住这种house 你看你首付几十万就够了嘛 因为就是house涨价涨的什么样 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 最低涨的有10万,就是house 猴哥我们住这种房子,涨的特别烈 因为你想你买个就是铺一个像我们的首付 有二三十万也够了,就一百多万的房子 如果你买农场,是你全交了 但是这个农场会管理你很严 而且你卖水也是麻烦的事 所以说猴哥在这里,就是我知道的 我尽量去告诉你 所以你到加拿大来啊,你不要看说 哎呀,猴哥住的房子这么大啊,农场 这个地外国吧,地特别大 地真的不值钱的 有的人家都几十亩地,几十赏地也不值钱 以前猴哥印的就是要 16年时候,猴哥经常给有个人干 我自己猴嫂的朋友 他就是四五赏地啊 那这么一赏可能是十五亩的 大赏嘛 给一个外国人,总三年都没给他钱 三年不给的钱,我说我那个姐 很有名的多伦多说 他经常收买名人自画在加拿大这边 多伦多的地方 猴哥就不说叫啥了吧 2016年之前的时候,他生下猴哥盯上的钢 2016年猴哥出事了嘛 以后我们俩就没联系了 他那个外国人种成地,三年都没给 那个地猪了 也好像一年他收了两千多元 四五赏地,好大一片地 但是都不给房猪费 他也不给地猪,他也没要 他说你不要,也得让他种了 如果你这个地啊,露出地面 政府会管,你种上了政府不管 因为他看不着土地了,没有灰尘了 做流舌也不会投诉你 所以说你,你荒子不行 你种的地哪怕种的玉米呢 或者是种草呢 也行,但一定不可以露土在上面露了 这个姐姐就给那个人种了 所以说猴哥建议你 你不要买农场,就是你要买农场 你看你记得到多伦多来呢 跟猴哥这往西开始卖 猴哥的西卖都是好地方 还有猴哥的北面,404附近也都很好 但这个地方就贵了 这个地方是讲来都盖成楼了 盖成house了,确实是越来越值钱 你想,卖农场都不是傻子 猴哥的东边农场就便宜 往沃台华那么少,这边俩就便宜 再往北,再往南就是 就是安大略的湖了 就是湖边了 所以猴哥就知道这些吧 所以你来这买房子干什么 你一定要掌握你自己的信仰 不可以到这听谁说 看这个粽农场挑 你看猴哥夏天干活的时候 回到家,猴哥家当然草猴哥都不愿意去 因为农村的活太多了 就是住这大房,它有利有弊 你虽然住的觉得挺好 但它活也确实是多呀 这农村的活你干嘛,一下天都不着笑的 一直干五六个月 这雨水又起,草什么都涨 你一定得稳重 因为像加拿大里,你花钱好花 但你花完钱了,没人管你了 真的,你看看你花钱 你刚来偷了你 好多人找你,你干那干这个 等你把钱花没了,没有人理你了 猴哥只是,到什么事 你也不用听猴哥哥什么事说的 我才来十年 什么事说的,猴哥也不一定 什么事都知道,你看猴哥有时候 解答什么事不对了 特别是多人多有些老豆子 什么事都让猴哥回复你 那人回复你,比猴哥都精尊 说的也好,应该加拿大 可能移民是来的比猴哥早很多很多的 那个人很好的 所以说什么事一定靠自己的眼 不可以看网上看 所以猴哥家中的房子那么大 这个大呀,无所谓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房子大小无所谓 一家人乐乐呵呵的疫情 你都看出来,钱什么都无所谓 只要身体好 一家人摊着喝着跟一起,最好的了 真的,猴哥就说这些 今天说说这个安省疫情吧 这几天还是好的吧 基本上好的方面发展 今天安省新增的是1388例 死了45个人 这死了45个人呢 这整个安省45个人 有22个人都是养老院,都是老年公寓的 就是老年人住的地方 死的都是老年人,年轻死的 但是多伦多这个病疫啊,都变疫了 所以叫英国那什么,反而后备说不清 就那种病疫变了 多伦多就我们这城市发病了455例 再有的看猴哥的房子,房子大小 加拿大这种房子,很多人家都这么大的 这个地方你不要羡慕这大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大小无所谓的 一家乐乐和胎和的儿女 一家老人都在一起 人家回去几十年,何必计较这事呢 房子大小,大家胡人 那夏天的活,猴哥都干不动了 草经常玩的,因为我猴哥的外面一干干一天 我回来家一点活都干了 回来这样睡觉,我太累了 所以这个房子大人不要瘾 没什么,真的,隔哪儿哪儿就好 就想开点吧 像猴哥没来,我认为中国就挺好 中国现在发展真的很好 世界都高看你一眼呢 还有,有个看猴哥的视频说 猴哥睡觉在那儿烧火什么 猴哥说猴哥在那儿烧炕头 确实,农村原来关土炕的 就是靠烧火问题 靠大国问题叫炕头 就跟猴哥同龄人吧 还有的朋友说啊 猴哥那个,把各家 炕个书读读读英语 猴哥干不了细活 猴哥是个农村的厨人 很粗活啊干 不是那种细子 让我一学习,猴哥就懵了 所以说猴哥英语不好 但是猴哥靠脑力 我会知道,我就听 实际话你听了 那句语句,那句语句 分析也差不多了 所以说在华人也非常多 什么事,这个不要什么 顾虑,只要你来了,不要紧点 什么事也不能听猴哥说 到啥时候一定相信自己的眼睛 猴哥这边受很多的骗 来的时候,好多人在你前面 跑啊,跟你说做那做这 其实都为了什么 都为了把你的钱骗到他的 右边要玩的去的 所以说每个人一定要相信自己 不可以相信猴哥说啥 因为你没见到猴哥的面 这个视频你觉得猴哥是挺好 不可以的 人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相信自己,往前拉前一定自己的明白 不能糊涂糊涂的 猴哥就是这样的事 在中国猴哥也受过同类的一遍 在加拿大猴哥又是受过这个一遍 这是很可怕 对吧 有的问猴哥 为什么不出去窗户门 在加拿大不允许的 你上次要办什么事 一定得先预约 约到哪天 几天几分上他家去 或者人家昨天备了咖啡了 有什么事了 不可以,警察也不可以到你家敲门 那警察来你敲门 你也不给他开门 他也没有权进门 即使他进院 你不要进哪屋他不敢进的 再也问猴哥 那个 就是车为啥每年的年减呢 加拿大什么东西都以信件为准 不是说打电话通知你 什么东西都以信箱 每家都每户门口都有信箱 他有什么事 告你今天交保险费了 保险费涨价 不涨 头一两个月就告你 还在不在这公司入了 他给你来一封信 美食 什么事件 像我们后面的工程 他晚上加班 晚上有生意了 他会给你头天 四五天 五六天来一封信 告诉你哪天晚上加班 可能影响到你休息 政府给你来 说对不起 这么爹 都以信件为主 没有说电话通知你 干哪干哪 很少 百分之百 都是以信件 还是以信件为主 你看每家每户门口 都有那个信箱 猴哥家也有 还有刘本 猴哥那个红色的花 那个花确实有毒 不管你是干什么 叫什么花 猴哥也不知道 很多网友跟猴哥说 但是我女儿跟他玩 别给的一份 不要这样扔猴哥 所以猴哥这么大岁 什么事也不那么太矫直 高养了他也快死了 所以猴哥有的人问 几天交一次水 怎么养 猴哥建议不要往屋那边 特别现在冬天 我也不知道你是国内的 还是多伦多的 但是不要养那种花 那种花对人确实不好的 好了 今天猴哥这个大伙聊到这吧 就说这些了